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天不负有心人啊 伟大的府邸来临 由于佳琪今天忘记穿那衣 把校服给撑破了 让男生们瞬间保了眼福 小白更是差点控制不住自己 专心致志地看了半小时 最终被老师臭马一顿 所以说尺寸大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往后的日子里 小白满脑子都是佳琪的身影 幻想着和小姑娘进行各种秀秀的事情 其变态下流的程度 让同伴女生闻之色变 她开始在暗中偷拍佳琪 每天晚上对着照片 做一些青春期男生无师自通的事情 某天她无意间偷拍到了佳琪的一个秘密 原来她经常被一个社会大哥接出去潇洒 这让小白心痛不已啊 第一次尝到了失恋的味道 很快佳琪的生日到了 班内所有男生自发地为这个校花准备了礼物 小白也送上了一份心意 但是她的礼物却被当众打开 原来是一本避孕宝典 她本是好意啊 怕佳琪和社会大哥怀孕 毁了前途 可是现在却给佳琪带来了负面影响 让琪成为了大家眼中的荡妇 这真是好心办坏事呢 但是不久呢 更加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小白的偷拍行为 竟然被社会大哥的保镖发现 一拳干成了熊猫眼 不过意外的是 社会大哥并没有继续难为他 而且来了一次男人之间的谈话 原来她是佳琪的老爸 从小混迹社会 16岁就有了佳琪 此后呢 痛改前非做起了正经人 她说自己最后悔没考上大学 只要小白考上了北大 佳琪就是你的了 小白陷入了深思 第一次有了规划人生的意识 随后佳琪又找到了她 说我知道冰宝店是你的 下次衣服破了 别光顾着看着 记得提醒我 原来啊 美丽的佳琪 其实内心非常孤独 有这些没这胆的小白 给了她不一样的感觉 幸福来的真的是太突然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你的青春期 做过哪些特尴尬的事情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是周末 咱们下期再见 喜欢今天的视频吗 记得关注我哦 哦对了 还有评论转发